近段时间在对台问题上 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已越发过火 在军事行动上不断派遣舰机抵近台海周边炫耀武力 对此我方明确表态称 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除此之外 美方还两次派遣行政级别官员访台 期间不断推行对台军售 就在最近的半个月内 美国国会就先后批准两笔对台军售案 其中包括火箭炮系统 精准打击导弹 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 以及鱼叉暗防巡航导弹系统 另外还有一笔无人机出售案 已在国会最后批准阶段 据环球网11月4日报道 就在当天 针对特朗普政府正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 4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的消息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 立即对美方表示了感谢 还强调该项装备将有效提升 台军全时段坚真能力 并加速提升 不对称战力 强化自我防卫能量 而正是这一句感谢 令岛内舆论炸了锅 网友纷纷炮轰蔡当局 买那样贵还要谢谢人家 很奇怪 蔡英文还要恶搞四年 台湾财政会被军购拖垮 台湾街道破破烂烂的 买武器倒是挺大方 明眼人皆知 美方对台军售是在变相收取保护费 而蔡英文却误以为抱到大腿 向美方摇尾起连 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 同时针对美方三度批准对台军售案 大陆方面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就在四日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笑就此事回应 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出售武器 解放军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如果有人一意孤行 我们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同一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强调 美对台售武 只会给台海和平带来严重危害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 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正当必要反应